固态电池充电宝属于兼顾性能效率稳定性的均衡型的选手 虽然不是满血战神 但做到了使用稳定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也是你们out我让我测试的 我也是看到了这一个产品 这一个卖点我才选择的购买了一个回来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会分为测试和拆解 测试部分把这一个产品真实的性能 全部给大家测出来 然后拆解的话 我们验证一下这个固态电池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固态电池 喜欢我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开箱这一个固态电池的一个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 全黑色的包装 3C认证的标识 品牌标识 马拉松的固态电池充电宝 这我第一次 第一次测试这种电池的充电宝 然后充电宝的实拍图片 产品特色 固态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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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部都在重点宣传这个玩意儿 背面是规格信息 1万毫安的标识 条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宣传卡片 使用说明书 同时也是产品的保修卡 合格证 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还有附赠了一个挂绳 这个不是挂绳啊 这实际上是一根充电线 这个设计还是挺有特色的 还是挺牢的啊 马拉松这个品牌 他们以前就是做手机电池的啊 充电宝本体 马拉松的标识 固态电池的标识 旁边是电量显示 4颗LED灯 1颗灯代表25%的电量吧 4颗灯组成一个四叶草的图案 3个充电口 2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充电宝的侧面为光面的一个设计 旁边有棱角 手感的话很薄 1万毫安的容量 这个厚度的话也差不多 整个充电宝 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323.5克 充电宝连数据线一起 213克 数据线只有6克 单充电宝的重量 207克 充电宝的宽度 68毫米 整体的长度是 116毫米 充电宝的厚度 18.6毫米 这就是充电宝的一个 简单的外观介绍 产品的规格信息 印在这个充电宝的背面 我们来看一下 1万毫安的标识 产品的型号是P10S 额定容量是6400毫安 5V3A的情况 我们后续会测试的 电信容量是5000毫安×2 额定的能量值是38.5瓦时 Type-C一口最高40瓦 输出功率 Type-C一口最高输出也是40瓦 USB-A口输出最高33瓦 多口使用全部都是走的基础功率 这个就没有必要测试 多口功率分配 电池类型固态锂离子电池 这里的效率是70% 制造商深圳电魔术科技有限公司 下面则是3C认证 循环5年 请勿靠近火源 循环锂锂电池的标识 请勿扔向垃圾桶的标识 这里有个警告 进水后禁止使用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大家看一下两个Type-C口 没有C1和C2的区别 都是输入和输出充电口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三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 这是一个Type-C口的协议 首先就是融合快充的33瓦 高通QC3.0的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最高功率18瓦 华为的SCP最高功率是20瓦 三星的AFC最高功率是24瓦 然后PD3.0 40瓦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 最高是15V 2.67A 40瓦 没有PPS DCP APP 2.4两个基础协议 然后这一个Type-C口的协议 大家看一下 除了没有融合快充的33瓦 其他的协议 跟这边这个Type-C口 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这个PD3.0的40瓦 点进去一样的是 没有PPS协议 然后这是A口充电协议的情况 这个A口的协议 跟这个Type-C口的协议 除了没有PD协议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融合快充的33瓦 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宝的快充兼容性 首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 我们算这边这个为Type-C1口吧 显示快速充电 但是这个功率的话 只有15瓦左右 然后Type-C2口 跟Type-C1口 是一模一样的 最高功率15瓦 然后这是A口的情况 这个的话功率就更低了 只有10瓦 然后这部手机是绿场的设备 我们先来看Type-C1口 这个是启动的UFCS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在26瓦左右 Type-C2口就是145瓦的功率 USB-A口直接启动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大概在27瓦左右 这个功率很不错了 C1口和A口可以随便用了 这部手机为荣耀300 我们看一下它的兼容性 Type-C1口显示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在16瓦左右 C2口也是显示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也是在167瓦的样子 USB-A口一样的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也是167瓦的样子 三个充电口都有SCP的协议 荣耀没有启动PBS 华为手机的话就参考 这个兼容性的测试就可以了 这部手机为蓝厂的S48 Type-C1口启动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在24瓦左右 Type-C2口走的PD协议 功率在12瓦左右 USB-A口只启动了QC2.0 9V 真实功率在12瓦左右 也是属于一种快充档位 三星手机的快充兼容性 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启动 快充2.0 首先是C1口 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在45瓦左右 C2口也是显示的快速充电 功率也是一样的 A口也是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也是差不多的 没有C伏5A的PBS档位 所以说三星的话 功率要低一点 这个新充电帽 目前还有三格电量 我们把这个电全部放完 来进行5次充方电循环 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 5次充方电循环 我们全部用一折的 100瓦三口充电器 来给它充电 数据采集 用志祥的仪表 这个充电帽 5次充方电的数据 全部都出来了 15V 2.67A 40W的功率 可以一次性放完 但是12V 3A和9V 3A 它是3A的电流的情况下 它要断电的 36W功率 一共断了两次 27W功率 我们放了两次电 每次都断了两次 这个断电的时候 我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 它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47.4摄氏度 核心温度在65.8度 证明这个充电宝内部 温控预值 设定在70度左右 一到了70度 它就会关断输出 电流不超过3A的话 它没有问题的 可以一次性放完 但是在3A的电流的时候放电 它会出现这个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的话 在我们日常应用 肯定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还有就是5次充方电的数据 40W功率 它的转换效率 实测74% 36W功率 72% 27W功率 70% 27W功率 70% 最后15W功率 是80%的转换效率 综合平均下来 我们实测它的转换效率为73.2% 按照官方额定的38.5的能量值 我们再次换算 得到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76.6% 规格说明里面写到了 它的转换效率是大于等于70%的 证明这个充电宝不存在虚标 还有就是容量的问题 我们最后一次放电 放出容量是6361毫安时 官方额定容量是6400毫安时 这个容量也是对得上的 不存在虚标 这个充电宝 咱们再次把它充满了 我们这次来看一下它的自充曲线图啊 前面大概4分钟时间是41W的功率 后面就是降为非常稳定的31W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充到90% 它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整个完整的充电过程 一小时25分钟 这一次电充满了 咱们就要对它进行实际充电测试 由于这个充电某 它没有PPS协议 我们就直接采集它的 融合快充协议充电的一个效果 首先就是用这台OPPO A3 Pro 我们来采集UFCS融合快充的实际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2%的电量 这部OPPO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一个曲线图有波动啊 大致的一个功率走行的话 走成了一个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 实际的起始功率的话是20W 充到90%的功率是24W 它的最高峰值功率 有三个峰值 跑到了26W 这些降功率的凹鼓 最低功率是17W左右 整个充电时间 从2%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1小时05分钟 这部手机的电池是5000毫安 充满这部手机 大约还有两格电量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iQOO Z4X 它的电池是6500毫安 目前这个手机只有1%的电量 我们看这个充电某 余下的两格电 能够给它充进去多少电 充电某的电已经彻底的放完了 咱们这个功率率已经显示为0 这个手机充了30%的电 刚开始的有1% 也就是说给这个手机 充了30%的电量啊 这个手机的电池可是6500毫安啊 充满一个5000毫安 再充了一个6500毫安的30%的电量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了啊 应付6.1寸的苹果 充两次没有问题 如果是6.7寸的苹果 充个1.5次完全不在话下 这就是它的一个 实际给手机充电的一个效果 一个充电某 不仅仅是要一个好的电芯 它也要一个很优秀的电流输出能力 这个电流能力输出优不优秀 就要看它的纹波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马拉松 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 首先我们测试Type-C ECO的纹波 15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21.3毫浮 平均纹波14.3毫浮 9V档位27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34.7毫浮 平均纹波31.2毫浮左右 36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23.7毫浮 平均纹波21.5毫浮左右 40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31.96 也就是32毫浮 平均纹波27.7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口的纹波 最高没有超过40毫浮 非常极品 我们现在测 C ECO的纹波 15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11.8毫浮 平均纹波9.4毫浮左右 27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37.6毫浮 平均纹波34.8毫浮左右 36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21.5毫浮 平均纹波18.4毫浮左右 4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26.8毫浮 平均纹波24.1毫浮左右 这一个充电口又是没有超过40毫浮 我们现在来测试 A口的纹波 1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12.2毫浮 平均纹波9.2毫浮 18瓦纹波最高的时候29.98 也就是30毫浮 平均纹波在26.5毫浮左右 12伏档位18瓦纹波 最高的时候20.4毫浮 平均纹波14.3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宝表现怎么样 各位兄弟们 这种极品的温波你喜不喜欢 这款马拉松固态电池充电宝 全部的测试数据都出来了 这货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实际协议的兼容性表现不错 蓝厂绿厂的设备都能够握手快充 小米加的和华为加的 也可以跑到17瓦左右的真实的功率 虽然没有拉满 但也算合格水平 不过小遗憾也是有的 快充协议撤出来 它不支持PPS协议 意味着对三星小米来说 只能够吃PD的标准档位 再说说它的转换效率 官方标升的是70% 我们实测下来大约在73左右 说明它的内部电源管理模块 做得很稳 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三个充电口 纹波控制方面的表现 40毫浮以内的表现 不夸张的说 这充电宝的输出纹波压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几乎无可挑递 这对于追求用电干净 保护手机电池寿命的朋友来说 这点简直就是隐藏的福利 所以这款马拉松固态电池充电宝 属于兼顾性能效率 稳定性的均衡型的选手 虽然不是满血战神 但做到了使用稳定 尤其是文波表现和固态电芯 这两个点是它的两大加分项吧 最后我还得给这个固态电池四个字 打上引号 为什么要打引号 因为它和真正意义上的固态电池 到底还是插了几步路的 懂得老铁都知道 不懂得老铁 这个问题 咱们留到下期的拆解片 咱们一边拆 一边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固态电池 别被商家一具黑科技就带偏了啊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